哈喽,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技术分析一下 这几个所谓的科资股 或者是半导体Semiconductor 或者是EMX 来看一下它们的技术分析的走势 首先我们去看这个Cratex 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是已经在上升趋势 这个是MA60 这是20 这是MA10 这三条线 然后右边的是欧伦伯伯伯 我们就来看一下 So Tepo MAS 但是这三条线呢 都是叫做往上的 我们叫做 均线 多头排列 就是说 6 20 一直往上排出去 是一个上升趋势 OK So道理来说呢 现在是Tepo 10 但是个人认为呢 MS20 才是应该还是会守住的 应该会守住的 所以呢 如果 你要想交易的话呢 想要交易的话呢 你要留意这个MA20 看一下它会不会 接下来时候 在这个MA20附近 弹回去 那时候 这个位置 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 借路的 一个 啊 一个马路的机会 呀 但在筹码峰 或者是 Wallion Burford 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它底下是有很多筹码的 所以 啊 支撑肯定是在那边 呀 肯定在那边 所以 个人认为呢 它才是会 最少是会 短期里面是维持在 这个附近这个价位的 OK 我们看另外一个 UWC UWC的图呢 就 比较差一点 比较差一点 呃 上个礼拜有讲 它已经是 DEPPOR这个 啊 20 OK 所以 这个星期呢 又有10X MA20 跟MA20 10X 而且又是DEPPOR MA60 啊 是比较 然后 差一点 对比这个跟它那个Cratec的话 呃 但是呢 文鲁盒你看到这边 有很大的一个 啊 雄后的一些 筹码 在顶住 所以 MA60 才是往上去的 啊 它往上吗 只要它不是往下 然后它的股价又涨上去 这个 MA60 也就是这条线 涨上去的话 啊 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 机会 可能是一个 马路的机会 呀 所以这个 呃 MA60 是它的生命线 呀 它现在是DEPPOR 如果又涨飞去 我们叫做POR DEPPOR 涨上去 MA60 就是一个机会 OK 我这个UWC 我这个UWC 这个 呃 Francon呢 我们来看看一下 把它把它拿掉 so 同样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 MA60呢 才是在顶住它 在支撑住 底下筹码也是一大堆 呀 很雄后 在支撑住 呃 但是同样的 也是有一个史查 跟刚才那个 啊 UWC呢 是非常类似的 啊 的图形 呃 这个 这条线呢 是上一次画的 是上一次画的 这个筹码的筹码的线 只要它又可以 涨飞去这条线啊 涨飞这条线 涨上去的时候 啊 可能就是一个 啊 啊 买入的机会 没有涨上去的话 就不用看了 这条线大概是3块2 啊 3块2 呃 没有涨飞去 不用看 如果是说 如果DEP破 MA60 也是不用看 啊 只要它能够涨上 这个 啊 3块2 可能就是一个机会 可能就是一个机会 因为这边就会形成一个 啊 新增一个破底翻 啊 六十的这条线呢 也会一个是很强大的支撑 底部很多筹码 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支撑 OK D&O 所以你会看到呢 其实跟也是差不多的 呀 也是死查 MA20 指查 呃 但是呢 六十呢 就守住了 六十 MA60就守住了 同样的底部也是很多筹码 你看到全部都是类似的 呀 所以呢 MA60的也是它神明线 它会守住 不要DEP破MA60 就 应该不是 啊 应该就可以 还是可以操作的 OK 要小心的是说 它MA20呢 才是往下的 啊 它要 才要突破这个MA20 它才会继续往上去 呀 所以这个MA20是它的主要的阻力线 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要操作这个的话 这个60跟这个20的这两条线呢 这两条线是它的 就是你应该 啊 啊 留意的观察的 支撑跟阻力线 啊 这两条线 OK 另外一个就是 Inari 呀 也是非常类似的 这次呢 它就 还没有到60的时候 就已经摊上去了 同样的 你看到这个 啊 有一个很雄厚的 啊 啊 头马 在MA60跟着附近 呃 MA20呢 它是往上 所以呢 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叫做破底翻 呀 有机会本身破底翻 但是同样的 它这条线 就是我之前画的 大概是3块半左右 呃 你最好要安全的话 它一定要脏上去 啊 不然的话 它脏不上去的话 这个MA20可能就会往下歪了 就不升好了 OK 3号你看到的话 这边呢 这头马峰呢 就是跟这个 支撑 你看到吗 这个头马峰刚刚好 也是它的支撑线 所以有时候你配合 这个头马峰的话 跟这个 均线的话 其实是一个 啊 比较容易判断 呀 比较准确一点 个人认为呢 这个底下头马呢 才是很雄厚 MA20它是往上 MA60是往上 它才是维持做这个上层局势 这样换成局势 啊 呃 如果有机会的话 才是可以 只有等机会 买路 比如说 它到支撑的时候 呃 直接回升 你就可以 一次机会了 但是现在呢 你还是要观察 因为 看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这个 有没有机会 买到这个位置 OK 这个MA60的位置 OK OK 这个就是我对这些 几个股的一些 个人看法 呃 只是分享我的看法 跟分享一些 简单的操作 并不构成的买卖建议 所以买卖支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